这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地方 青山绿水间生活着一群了不起的浙江人 在这里有文明侠儿的彭建影视城 也有中国主场外交的牌面 东阳木雕和那绵延千年的深厚文脉 这里是浙江东阳 东阳位于浙江省复兴地带 浙江省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境内山脉丘陵遍布 在先天地理条件上并不优越 东阳便是典型的代表 快鸡山 大寒山 仙峡岭在这里交汇 何为说两个山间盆地 东阳江和南江穿径而过 金润这片沃土 而东阳人便在这里落地生根 崇山峻岭阻挡不住东阳人前进的脚步 他们善于创造奇迹 于天斗与地斗冲破云霄的壮志 让东阳人的身影遍布五湖四海 还记得千年前 宋年给东阳马生的书续 那是东阳人不为环境坚固 砥砺前行的建筹 于幼时即是学 家贫 无聪志书已关 每嫁嫁于藏书之家 首字笔录 继日已还 就是这位东阳人激励了无数寒窗苦读的学子 也让这片土地从千年前就种下了重温重教的种子 在历史上东阳近史提名就有305之多 而如今的东阳更是全国著名的教育之乡 重温重教 秦更苦读的传统 也让这里名人辈出 人们常用十百千万来形容东阳的人才盛况 院士14人 高校校长 科研院所领导100多人 博士1300多人 教授和教授级高工1万多人 这样的神话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十分了不起的场景 东阳人是精工善意的将人 从古代一世 这里便是木雕圣地 巧托天宫的记忆让东阳木雕成为中国四大名雕之首 溯源自唐发展于宋 鼎盛于明清古代 卢宅便是其中的代表 人称北有故宫 南有宿庸 当你走进卢宅宿庸堂 那斗拱却替 梁甸牛腿和出神入化的木雕都会令你震撼 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也是卢宅老街的主旋律 如今这里更是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基地之一 而到了现代 东阳人又将精工善意的匠人精神带到了建筑行业 也让东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建筑之乡 从一把砖刀 一把锯 哪里赚钱 哪里去 建安总产之 连续十四年 产连全国县集市第一 则是了不起的东阳人给自己的杂负 东阳人是敢为人先 积极进取的池袋弄潮儿 他们就是浙商的一个缩影 如今占据我国影视界半比江山的恒定影视城 曾经却是一个出门看见八面山 饱中三餐度饥寒的穷乡僻壤 但东阳人穷则思辨 说干就干 二十余年时间拥有一百多座摄影棚 和两千多个古装 年代 现当代影视拍摄场景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这是东阳人的敢想敢干 锐意进取的成果 还有那被誉为浙江第一村的花园村 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村 高楼拔地而起 成片的别墅也映在绿林间 俨然一副城市的面貌 没有半点村色 还有那在千末纵横的田野间 充分展现了这个互联网大省信息化强大的菜炉村 以托千万工程搭建的智慧菜炉云平台 在田野间 无机信号全覆盖 土壤 阳光 水质 重金属数据 监测实时掌控 现代化机器耕种效率极高 两人就可以完成百亩田地的耕种 东阳人又在田野领叶创造农业奇迹 东阳更是山水灵秀的福地 三都圣景 威牙平质 怪石争荣 戳穿山鹰提兰 种下雍被卧月 深秋露润红叶 龙东雪舞银蛇 游到是山水之雍 莫过于三都圣景 还有那快计之巅东白山 右堪东海 北望前堂 如东阳人的傲苦和脊梁一般 以最挺拔的姿态处立在浙中腹地 头顶云霄 足灯人间 有虔诚的信仰 也有脚踏实地 这就是东阳 它将和澎湃激流勇进 会计仓阔云征武侠 千载时说人文的传承 永历朝土的气魄与意志 造就了了不起的东阳人